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国际股市的拉回之外 再来就是一些可能的一些出口的一个外销出口率队 以及最主要大家都知道整个对台股 对我们现任的政府以及未来怎么样 一种信心的一个不足的情况之下 所以造成我们看到这波的不准 不管是融资的持续在破底 或者成交量已经说到剩下千以上成交量 明显的都告诉我们 人气有在慢慢做一个退潮观望的一个动作出现 所以谈到整个大盘的家居人指数 我想今天的这一根直接的一个开低走低的一个长黑 一点都不敢压抑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在今天早盘大概开盘之前 我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家族成员 在盘中口询你告诉你 这盘应该是有机会 今天会正式来跌破8750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第一个因为你会发觉上个礼拜 是礼拜五盘中大概都有来到 8750的前波低点附近 可是都有机会缩缴 我说今天应该会正式来跌破8750 而正式跌破8750之后 它会有一个短期间的什么 失望性脉压 以及停损脉压的出现 那这盘应该是直逼 去年10月份的低点是在850以上下附近 才有机会再出现另外一个短线的反弹 所以你会发觉这件事情 从整个大盘加群指数的部分 我想你来看我们一个超盘软体的一个部分 你会发觉之前的这一波8780 反弹到9050 我们帮你掌握到这一波 大概反弹了270几点一个 一个短线的反弹一个机会 那你会发觉这个从整个9050 沿路下一过程当中 我相信各位现在都很清楚看出来 几乎都没有任何的翻空的买讯 偶尔会有盘中的极短线反弹 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过三线正式要翻多 或者在低档这边出空 这边出现至少两线的一个 一个什么短线反弹机会 甚至到今天的盘中的低点 8553点 有没有看到沿路 至少都还没有买进了一个浮现 好那谈到整个大盘加群指数的部分 我想大家很清楚 台股是相对国际股市的一个怎么样 超跌 因为至少到今天为止 不管欧美股市 不管雅股 韩股日股 陆股都一样 港股都一样 没人破底 但是台股今天继续重挫200多点破底 那代表台股虽然是超跌 可是我们必须 当在整个行情超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看的时候 超跌并不代表 马上可以买股票 我不晓得我这样子讲歌头之后 能不能听得懂的意思 现在台股没有错 是超跌 好股坏股已经是乱砍一通 可是超跌 它并不代表 今天就可以买股票 它并不代表明天 这边就OK 对不对 超跌仍然要怎么样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你要等待的是怎么样 我们的一个软体 超盘软体 我们的指标 出现低档的一个翻多的讯号出现 它才有告诉你 才有机会出现 所谓的落底的买进讯号 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我认为说 在整体而言 在这个现阶段 超跌过程当中 竟然还没有看到 所谓的买进讯号 不论是在短线 或者在整个 波段的一个 触底讯号出现之前 我必须今天 跟头这么讲的是 如果你是持高持股的 投资朋友 如果明后天短线 有机会做反弹 应该是利用反弹 稍微减满你手上的股票 因为留得青山寨 说真的不怕 没财烧 对不对 如果你满手的股票 抱着 你说超跌超跌 就算真的跌完了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资金 可以再低档减便宜货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觉这件事情 其实现阶段和言 换个角度思考 看是这盘很悲观 是超跌 还没有落底 可是如果你手上 拥有大批的现金 对 你跟我们的家族成员一样 过去这段时间 你也看到我们很多股票 在做获利了结 而且卖掉很多的股票 几乎都没有买回来 为什么不买回来 当然很多我们家族成员都问我 老师那个旭富 你卖掉了 要不要补 老师那个东洋卖掉了 要不要补 老师那个宜特卖掉 要不要补 我说到今天为止 只要买进去 它没有出现之前 你就等它跌完落底了 我们要买 再来买 那现在就是怎么样 握有大批的现金 然后等待随时 一旦这大盘的 超跌完之后的 买进讯号出现 我们再做个进场的动作 所以谈到整个大盘加卷指数 来 我先把短线讲完 再跟你讲一个波段 先把波段告诉你 来 各位投资报 这个非常一个重要 也因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来 我先跟各位投资 先预告 这礼拜三晚上 本周三晚上 在台北 这个活动 决策操盘系统 技术辞导 这个赶紧跟我们宜特尚夫人 联络 做报名的动作 这个很重要 那为什么这个 这礼拜三这个活动 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你留在哪边 来来 我先给你从一个 波段角度来看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月黑线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月线这个月 大概跌了七八百点了 目前 月线在高档 这边导播稍微放大一下 这个只要之前 上过技术分析课的 我都有教过你 你会看到三根长黑 三根黑线 月线在高档 连三黑 接下来就很关键了 我没有说四黑 五黑 六黑 七黑 八黑 这又不是在什么 玩扑克牌 同花顺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月线连三黑 它接下来 所代表寒心在哪边 为什么说很关键 第二个 这个是月KD 这个我之前有在 我们的演讲会场 或者说在技术分析课程里面 都有教过 这个月KD 你会发觉 目前在多少 这个月目前在多少 来 这边导播这边 这边很重要 四五十这边 月KD现在大概来到 五十上下附近 这个也很关键 未来下个月的月KD 能不能锁住五十 我必须跟你讲 这都很重要 很关键 这个也关键到 我们刚刚所一开始 跟头车有讲的 这盘是超跌 但是超跌 什么时候落底 超跌 什么时候 你可以抱着 满手的线心 什么时候超跌 什么时候 你可以拖着布袋 你可以拖着布袋 干嘛 去大捡便宜货 这个你要从一个 月线的角度来看 你就要从这个 月线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方法 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刚刚不是一开始 先跟头车有先 做个抢先报的动作 这个礼拜三 就很重要了 这个礼拜三的技术指导 就相当相当的重要了 详细的情形 你都可以跟我们 线上符文保持联络 或者看整个 待会广告之后的 一个广告 广告之后的一个 活动资讯 第一个 我们知道吗 这个是很重要 第二个 整个大盘超跌 这个波段 短线而言 来 今天这根长黑之后 明后天 有没有机会反弹 来 你来看 今天的这根长黑 有点类似这根 是一个破底 有没有 一个破底破线 破底破线 它会出现怎么样 带量杀的长黑 因为这是会有个 停损卖要出来 好 那今天的这根长黑灌下来 因为今天是怎么样 正式跌破8750 因为很多人以为 打到8750上下 或是稍微破底 会有机会缩脚 结果今天 有些人买盘越来越好 因为缩不了脚 因为今天缩不了脚 所以造成今天上市 很多股票 光跌停板就一两百加 十八千百去跌停板 我不晓得我们政府官员 高官们 我们财政部高官们 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更别说跌7%以上的 好 那如果说 今天的这根 带量杀的过程 这根长黑 它留点类似这根 那代表什么意思 或许 明后天 它有机会怎么样 它有机会出现 这边类似这样一个 短线的反弹 好 那如果明后天 不论是在明后天 或者在我刚讲的 超跌之后 什么时候会破断触底 我想 我们的超盘软体 它会告诉你 所以 在今天这根 长黑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觉 我的超盘软体里面 我今天要跟 多个投资者表达的是什么 来 这边导播请放大一下 就是留意 明后天是否出现 看清楚 这是叫短线反弹的 但是你不要看到我这句话 你就怎么样 明天自己很聪明 不论开高开低 先买再说 因为听说 因为 听看到 县杰老师说 明后天或许有机会出现反弹 但是我讲的前提之下 你在这边未来明后天 它要有类似我们这边的怎么样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 这边的筹码面 翻多的搭配这边 从实心转扣心的 至少短线反弹的怎么样 买进去那浮现 你才可以进场 做短 这是一个短线 第二个波段 我再重复一次 波段 你要看的是 月线的角度 预波段 你要看的是月线的角度 那详细的情形 也许我这样讲 很多投授客人 会听起来有点 没啥啥 沒關係 因为我就是怕你听不懂 对不对 所以才要在这礼拜三 决策超盘系统的技术指导 听清楚 好 那我们大盘这边点到这边 竟然这边叫做超跌过程当中 我们讲 如果当我们的一个操作 你会发觉在超跌过程当中 我知道现在很多投资者很无奈 为什么会觉得很无奈在哪边 我手上股票很好 对不对 明明第三季第四季很好 明明第二季财报也很好 明明货率是很好 明明本益比可能剩下十倍 剩下八倍五倍的本益比 但是因为现在叫做超跌 为什么叫超跌 就是好股坏股都怎么样 乱跌一通 那在好股乱跌一天的 好股乱跌一天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觉现在看基本面 它可能对你的帮助会怎么样 比较有限一点点 那你如果现在看基本面 它对你的帮助比较有限的过程当中 那回过来你便说要看什么东西 叫做技术指标 比方说这个技术指标 比方说我们看到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红准 平概股是我们一路带你操作过来的标的 你说平概股的基本面好不好 我相信不用我浪费太多口舌作假 这是下半年第三季第四季最有机会的电子股 可是如果当时在高档 你要不要卖一下 你会发觉我们的超盘软体 是不是 这个我在上个礼拜告诉你 从整个低档九十几块上来 从九十几块上来的红准 你会发觉你什么时候看到正式翻黑 这边有整理 这边有整理 这个就是我礼拜三课程要教你的 这怎么去看 为什么这边有整理 可是最后还创新高 但是这边的出现的 三线的翻空下来的 这根绿色石心 你回过来发觉 原来竟然是波动的高点 然后上个礼拜 106块半再出现买讯 来导播可以的话 帮我们带下2354的红准 对不对 今天跌到剩下93块 你看短短几天 不管从117 跌到今天93 或者从106块半 跌到今天93 都是120块的下差再往下跌 那我请问头中 难道过去这一个月 红准基本面有改变吗 不可能嘛 没有变化这么快嘛 如果有变应该是会变越好 7月份的营收 应该会比6月份好 因为现在是苹果 iPhone 6的拉货期嘛 对不对 但是就是我们讲 因为超跌 好股坏股都会跌 那如果只要在技术指标方面 它出现转弱的迈讯 请你跟什么脚步 怎么样 心买这么说 甚至包含华通 这个也是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卖掉了 我们已经卖掉了标的 还有台郡 这支钩票也是我们在上个礼拜 跟头中讲的 这一段应该OK吧 从90几到142 来 你来看台郡 你来看台郡 这个很重要咯 沿路从低档上来 从90几块 带你做多到142 请问个头之后 你有看到这边出现 沿路有看到它出现 软体出现卖讯吗 没有 而且你会发觉 当我们的超盘软体出现卖讯 我还不得了 那股票回的速度相当的快 当这一根的卖讯 123块 为什么一定要买台郡 就算他基本上在什么 就算他明后天要公布 法说要公布第二期财炮 也不会太离谱 但是为什么 你看今天的台郡 导播可以话帮我们带下 6269的台郡 今天杀到多少 哇 台郡又给跌停板 纯一百空杀 你看短短两三天时间 一档股票差了20块 你觉得当时出现卖讯 要不要先卖一趟再说 这个其实就是 我要跟头中讲的是 大盘虽然超跌 虽然很多股票真的超跌 但是并未 整个市场信心不足 它还会跌的过程当中 你不晓得 个头中有感受到 我们最近我们家族成员 在做什么动作 获利调节股票 获利调节股票怎么样 收回现金 握着现金 干嘛 在等触底的买点的浮现 我相信我们家族成员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在做什么 那投资朋友 你会发觉 我最近在跟你讲 你看台郡 对不对 甚至包含在整个宜特 对不对 这边带你 坐着一趟 第二趟拉回 带你买 来这个股票 我给你讲 我卖掉了 我有做调节 两趟四十几% 那你会发觉 这一刀下来过程当中 我会没有叫你买回来过 各位亲爱的头说 我有叫你买吗 没有 我都跟你讲 不要买不要买 你看看 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下 三二八九的 宜特的分子走势图 其实今天早盘还很强 尾盘也是被拖下去 那你说宜特 有可能一个月 基本面做这么大改变吗 对光这一个月 你看七月初股票 大涨四十几% 创新高 怎么可能七月下去 马上股票重挫下去 其实大家都知道 包含瓶盖股这些股票 它都是什么 基本面 不错 但是因为 目前的市场的气氛 造成很多的股票 其实可能很多投资 你手上股票 它也是超跌的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我知道现在投资 关心这边 我知道投资的 最大的无奈在哪边 你说我今天去找其他专家 他告诉他 这扛头啦 高票明天全部 叫你市价砍光光嘛 砍光光什么时候补回来 我的看法是 不管好股坏股 这边我们必须很客观讲是 这边大牌没落底 但是很多股票它会超跌 好股坏股都会修正 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利用这几天 如果有反弹 你可以先做一些解码动作 然后等待落底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这礼拜三晚上 我要告诉你的 什么时候有机会落底 包含个股 何时有机会落底 怎么判断 包含在大盘 何时有机会落底 因为我相信 其实这个换个角度来看 投资朋友 如果当这盘落底的时候 你看很多股票最近跌很惨 跌到有没有 除了当然在恐慌害怕之余 有没有换个角度说 这个盘不要落底 落底会不会 现在怎么跌停板 未来股票怎么样飙涨停板上去 但是这个时机点 大家可以期待 我也很期待 可是我们要客观的 等待他买进的信号的浮现 这包含说 一些特斯拉概念股 这些汽车零组件股票 F帽连 对不对 这基本面好不好 算不错 今年应该赚个七八块 应该是跑不掉 第一季已经赚了1.96元的 F帽连 那你会发觉 F帽连也是一样 你看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你有没有什么时候看到 F帽连出现卖讯 不办 这个很重要 可是从一个人上个礼拜 你还上个礼拜 你有跟我们线上付约 预约登记我们的软体的盘中 盘中讯息的投资朋友就知道了 这边是出现卖讯 175块 导播可以要帮我们带一下 今天跌停板 剩下135 40块不见了 对不对 我们不一定说 你一定要卖到最高 可是你会发觉 我们在这边175块 来各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使用 其他专家的软体的 你拿来做比较 哪一个专家的软体 领先比我们早 出现卖讯 应该没有吧 好那现在重点来的 你看不论是F帽连 不论是在红准 甚至你刚刚所看到台郡 这些股票甚至乙特 你有发觉一件事情 有一些很好的股票 它只要灌破季线 常会灌破季线 那可能短期间 它的压力就会怎么样 比较大 因为可能过去这段时间 不论在平概股 不论在F帽连 这些汽车零主线股票 大家都是赚钱的 当然 你如果有这些股票赚钱 我当然恭喜你 可是当一旦有风吹导动 人一定心灰才会说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何大 目前几乎是快要本益比 相对高的 汽车零主线股票 虽然这礼拜五 TESLA开发的所谓 那注意哦 目前这档股票 它最近也是卡在这边 也是卡在这边 那这个位置 我不知道会不会 我也希望不要 我必须坦白跟你讲 其实我不希望 这个盘再大跌掉下去 因为我知道再跌下去 很多头之后心中很痛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很多头之后心中 可能会很痛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有一些 有疑虑的情况之下 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不觉得这边的 何大 它有一点点类似 上个礼拜 在这边的台军了吗 我不希望有这一段 但是万一 有机会发生的情况之下 你该怎么操作 我想 我们的操盘软体 它会告诉你 该怎么操作 所以针对这礼拜三 晚上 这个操盘 决策操盘系统的技术指导 欢迎你 现在就可以利用广告时间 跟我们线上的夫人 做事先预约报名的动作 好不好 谢谢 好 非常谢谢杏杰老师 我们先休息一下 更多精彩内容 忙回来 财神系统体验说明会 7月29号 礼拜三 晚上7点 在青岛东路 7号6楼之一 服务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一天一历 三多心好人人 让我顺畅又快乐 I wanna be a star I wanna be a star 舒服 时尚 拘批凉拖鞋 一天一历 三多心好人人 让我顺畅又快乐 色彩绝非表面 我们全家喜欢爬爬罩 都穿GP凉拖鞋 专为台湾人设计 透气排水 老婆小孩都爱穿哦 连睡觉都舍不得脱下 舒服好穿GP凉拖鞋 你若不习惯感冒药水 有露安 薄荷口味 吃货买 嗯 服务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I know a better route Let's brighten it up a little I can handle this The new Audi A6 明日的直觉科技 计划科技定义未来 好 那么接下来 赶快再请杏杰老师 带我们看看 接下来的操作策略 该是什么 我想其实在各股部分 刚刚我们谈到的是一些 瓶盖股 谈到的一些 包含在整个Tesla的概念股 另外一个投资本 也是比较关心的 也是很多投资本 最近一直会 不管是透过我们 我们的线上服务的电话 或者说 透过FB的股市 会问我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 生技股的部分 我想生技股 我们在操作都非常漂亮 邦特 甚至在续付 来 续付90块 我有公开在节目中 讲了好几天 跟你讲 我们卖掉了 我们已经获得了结掉 你来看 419的续付 导播可以帮我们 带一下分值走势图 今天已经刷到76块多 对不对 也是一样 来 看一下K线赌 也是一波断的一个 刷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说你会发觉 低档会买 高档要记得卖 但是为什么卖掉之后 我们到现在为止 甚至包含在东洋 你看这波东洋 我们也做得非常漂亮 那我们有跟你讲 有做调节 那你会发觉 东洋今天剩下多少 来 导播可以要帮我们带下 事实上 被大盘拖下去 剩下84块3 对不对 那我说 刚刚也讲的 大盘这边是超跌 为什么很多股票 我们获利调节 没有要补回 原因是这样 我们在等待的是 我们在等待 不论是明后天 可能大盘随时有机会反弹 我们更是在等待 大盘为了一个触跌讯号 当然我知道说 其实这边 我知道很多投资人 心情是很沉重 很难过的 因为很多投资人 手上有一些股票套牢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 我能怎么帮投资朋友 那投资人 你希望我怎么帮你 我相信大家 投资人会想说 老师 那我现在手上 这些股票卡住了 如果也认同我们所讲的 这盘应该还有低档 那我们只能 要准备来做的时候 如何手握大量的现金 然后等待低档区 等待低档区的时候 可以在低档大减便宜货的情况之下 那投资人会说 那我手上股票 我该怎么来处理 我能不能老师 你能不能帮我 让我手上股票 能够有机会在明后天反弹 或者在未来反弹过程当中 尽量出好一点的价位 这个就是我相信 我跟其他专家 最大不同的 我能帮你在地方 第一个在这边 第二个低档 人家还在看空的时候 我可以在低档 低时间 在低档带你减便宜货上来 所以谈到一些部分的 生气股的部分 我想我也必须跟投资人家 像如果这些生气股 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手上这些股票的 你可以赶快跟我们线上 不能联络 或者你透过FB来找我 FB的股市群会私密我 这些如果反弹站不上 我希望他上去 但是如果万一 他站不上关键价 这几个关键价的话 那你要提防 他可能就像我讲的 在这一波的抄跌过程当中 好股坏股 可能都还有短期 往下修正的空间 那就要提防这些生气股 当然我没有写的 并不代表就OK 我只把可能投资本 现在手上比较有的 或者最近这几天 比较有多的投资本 在问我的一些股票 我帮你提出来 如果这几个关键价 这些股票关键价 如果没有站上之前 我认为短期间这些股票 你还是稍微要稍微怎么样 稍微小心一下下 因为我真的不希望 各投资本你的股票 跌跌不休下去 我希望你跟我们家族成员一样 能够在低党区 能够在低部区 有大把现金 可以大减便宜货 当然何时有机会出现 买军讯号 或者你手上股票 该怎么高出低竞做价差 这礼拜三的这场活动 欢迎你 现在赶紧利用广告时间 跟我们线上浮人座 预约报名动作 谢谢 非常谢谢您老师 这今天节目内容 大家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